歡迎收看我不可能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手FIFAR我要活下去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近的心意轉蛋 掠奪戰隊復刻 然後台服呢 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有去抽 然後會覺得這次官方蠻佛心的 因為很好中 平均的話如果你要抽到你想要的東西 應該是花一兩千鑽以內就可以拿到了 然後我們這裡呢 先來看台服嘛 台服就是一抽六十鑽嘛 這次有五件服裝 包括一件新的特效服裝 再來就是有表情動作跟新的機車 如果你都沒有抽到這些東西的話呢 你還可以抽到代幣 代幣的話從兩個代幣到 一百個代幣 我看起來相當不錯 然後實價一抽是六百鑽 OK 接下來要分享一下其他伺服器了 號稱非常佛的印尼伺服器呢 是怎麼樣辦活動呢 好給大家看一下 好現在這個是印尼伺服器啊 我們看一下轉蛋 轉蛋這邊的話呢 一抽 台服是六十鑽 印尼伏是十九鑽 然後實價一抽的話 印尼伏沒有 台服是實價一抽六百鑽嘛 他這邊是五抽七十九鑽 看起來非常的便宜對不對 如果 把它 除以五的話呢 七十九鑽除以五等於是十五點八鑽 等於說 每一抽是十五點八鑽 就跟我們之前有些活動蠻像的 然後台服的話呢 實價一抽 我們六百除以十一等於是五十四鑽啊 所以 差了好幾倍 不過我們先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可以看到呢 他們小獎放的超級多喔 所以有可能很容易很難中到你要的大獎 因為他們這次擺的獎項很多是箱子嘛 然後箱子 有這套耶 戰鬥機甲天使 好少看到台服會放這種箱子耶 好我們看一下有什麼箱子喔 欸箱子其實 好吧這箱子還不錯 服裝還不錯啦 如果喜歡的話應該這箱跟這箱還不錯吧 然後 這個也不錯 這三件我覺得都還不錯看 然後其他就 這套也不錯啦 好吧 然後再來他就是武器箱嘛 加在裡面 所以說其他伺服器他們每一個 活動呢 都會 選擇不一樣的玩法 然後這邊還有個背包啊 然後跟這個 星際之光 沒有 沒有屬性的跑車 還有一個表情動作 介意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哪個比較好 又還有100鑽 可是其實這樣看的話呢 呃他們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說不一定是 好就是因為他們的獎項 分散掉了 所以有可能要花很多鑽才能抽到你真正要的大獎 這是有可能的 可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兌換 兌換我剛剛講到台服兌換的部分嘛 好因為壁紙不同啊 所以每個伺服器的 活動不一樣 也是僅供大家參考 我們先看一下 他們剛剛這邊是最高嘛 最高是只有 5跟2還有1嘛 等於是 要收集代幣要花點時間 那你可以看他們這邊的 掠奪戰隊的代幣兌換啊 台服的話是要150個代幣才能夠換 套裝嘛 他這裡的話只要25個代幣就有了 然後再來就 動作也是 17 然後霓膠12 然後再來可以換其他的 然後這邊有機車 所以說看不到機車 但機車活動可能是別的 主要僅供參考啊 然後每個伺服器有自己的活動 也不能說台服這次不好 因為台服算蠻佛的 平均我看大家留言 大概1-2千鑽內中的 玩家蠻多的 就是想要的服裝 就算沒有收到服裝 你說要代幣可以換 然後其他伺服器的話 壁紙不同 然後他就會變得 比較不一樣 他就是把它調少了 因為台服都是幾百嘛 150 150 150就是套裝嘛 25是機車 剩下東西的話 你們可以大概看一下台服啊 總之來講 對 伺服器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他活動呢 也不一樣 然後 歡迎大家留言 你們覺得 這一次活動你會比較 喜歡台服的活動 還是印尼服啊 印尼服的話 這時候還有些 箱子啊 可是我覺得中箱子 其實我不太想要 主要想抽的應該是想要抽的服裝 對吧 跟這個表情動作 可是我覺得台服可以放 這個淋加護盾進來 淋加護盾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還蠻喜歡 塗鴉風的 好的 主要今天就跟大家快速分享這個 掠奪戰隊 不同伺服器的玩法 然後各有好壞 然後也有各的佛的地方 因為其實這次台服算蠻佛式 平均值大家都還蠻 容易抽到你要的東西的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新的模式啊 新的模式在這裡 這邊 有一個叫做 隨機地圖 他其實是線上盃啊 線上盃 蠻特別的 就是 不確定在幹嘛 不過有可能就是讓玩家可以在 上面直接比賽 然後可能就有名次 然後他這個是看起來是要組隊才有辦法玩的 然後台服 之前印象中好像沒有出過類似的東西吧 有看過類似 團隊突襲的什麼什麼 杯之類的 可是他那個 感覺跟這不一樣 因為在寫隨地圖 他有可能是 經典模式 經典模式的線上杯 然後不知道台服之後會不會有這個模式 這模式蠻特別的 因為之前沒有看過 所以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邊印尼浮現在還有殭屍 圍城2.0可以玩 太好了 所以你說其他伺服器 模式算還蠻多的啦 所以有時候我會玩其他伺服器也是因為 台服現在玩家比較少 很多伺服器玩家是配不滿的 所以呢 就會想要玩其他伺服器 因為其他伺服器 像經典模式有五張地圖 海味賽基本上也有五張地圖 然後團隊突襲的話也有五張地圖 我在台訪是四張嘛 忘記了 總之來講就 可以參考一下 好 這場的部分我們來玩一個 他現在的暗夜獵殺 因為現在他有暗夜獵殺模式 很久沒玩了 玩一下吧 我們現在玩的是暗夜獵殺 為什麼這個模式 沒有晚上啊 之前暗夜獵殺不是晚上嗎 可是他是天亮耶 那為什麼叫暗夜獵殺 他叫白天獵殺就好啦 OK 一場只有十九了 好久沒玩這個模式了 人數好 就是 極速模式的人數啦 我再跳這邊好了 跳這個 上面這邊 他沒有槍可以拿 這模式應該是只能拿到狙擊槍吧 暗夜獵殺 暗夜獵殺 20個了 變20個了 人數滿滿 這種狀況這種模式都活了 應該不會有電腦 M8RB M24 這不要撿了 這傷害太低了 我看沒有其他槍可以撿 M24 如果 你可以撿到狙擊槍 你該不會想要選M24 有一個敵人嗎 有一個敵人 掛機耶 直接爆頭 他穿 他好像穿 掠奪戰隊的衣服 紫色的 沒有敵人 又是M24 他這地圖只有M24跟這個 M8RB 看來都是單區啦 應該是沒有到黏區 我記得最強 最強暗夜獵殺 有AWM啊 最強暗夜獵殺沒有M8RB 只有AWM 一開始出的時候 但是玩家好像穿掠奪戰隊 有人在開槍 有槍點 這個方向 看到人 中一發 哇 怎麼才100 快跑快跑 痛 我基本上平常沒有在練 順區啊 就是 土法練鋼 單發單發 一發一隻 大口會過來 有腳步聲 沒中 哇塞 等一下 他被別人收掉了 還有個敵人 這怎麼那麼多人啊 他來了 再見 再見 收掉 小丑 這人P什麼感 瞬間 進去一開競玩狙擊啊 這模式很嗨在這裡 把狙擊當散彈槍玩的一個模式啊 我剛才賭他往左邊跳 剩下 剩下 9個人 沒有頭盔喔 繞到上面來沒看到東西可以撿 這邊有屍體包 收圈了 這最後收圈現在說我原本待那個地方 我現在這個印尼式武器我沒有沒有瓦哥 沒有課金 所以我現在沒有瓦哥 沒有凝膠啊 給他看縮圈說哪裡很關鍵 也掛木蟲 變草叢好了 他草叢其實有點 防禦力啊 多有擋一點點防禦力 可以抵一點傷 我幫你抵多少50吧 最後三個敵人 草上沒人 防護區啊 哎 我怕人了 掰 喝掉 剩兩個 這模式好像蠻適合裝那個有效應技能的 拉菲爾 他剛在瞄誰他剛好在瞄那個也都防那個方向 這兩個是不是都躲在這邊 哇 他房子那邊了我看到了 走房子啊 這之後收圈看到說哪裡了 說空地我就死定了 先繞先繞 我要BBQ 你現在只能先 哇沒有掩體啊 好像有掩體 哇塞 哇 直接GG 厲害 好了BBQ了 我們今天呢 就先往到這邊 後面有更多的情報的話呢 都會在這個頻道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訂閱拿鐵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你喜歡持續訂閱我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右去分享 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還有副頻道 玩具頻道哪一頻道 中文就去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鐵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游期見囉 掰掰 掰掰 還有一頻道 掰掰 然後不要再看看 還有一頻道 來吧 我們下游期待 為何要游期待 我們下游期待 也好 來吧 我們下游期待 一分鐘 我們下游期待